哇哦!厲害了!我的麥!Lock150 有什麼特色呢? 有很棒的這個充電床屋 啊!可以充幾次呢? 可以充2.5次 2.5次帥啊!2.5次 2.5次就爽歪歪了 好!這個是 來!我們發射器先講一下 發射器 那在發射器來講的話 我們只要離開它的盒子的時候 它會自動對平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我們這邊 綠燈的部分 它就是屬於它綠燈的部分 藍燈部分 它就是在藍燈部分 那它有三種模式 第一種是標準模式 好!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標準模式 那標準模式我們可以 單一的去 單一的去靜音 我們靜音的時候 它這燈號會有鎖片化 好!注意看一下 我們這邊把它開啟靜音 好!它也會有鎖片化 那這樣我們的話就是 能夠在主機這邊去控制 我哪一支 麥克風是可以處於靜音的部分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解開 解開之後我們可以去調整什麼 可以調整 綠色的 綠色這支麥克風的音量大小 我們可以在這邊去單一做調整 那這邊的話當然就是調整 原本藍色這一邊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 好!我們再把它解出 好!我們再把它解出 藍色這邊把它解出 好!壓一下就解出 好!OK!好!那它有三種模式 現在的話它是 降6dB的模式 好!那再來 我們再長壓一次 長壓這裡 好!分軌模式 那分軌模式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 相機這邊這個部分 來看一下相機 單邊動 那我先把 染色這邊壓進音 好!1 2 3 1 2 3這樣最準的 這樣最準的 這樣它就是一個分軌模式 好!然後我這邊 解出 然後我這邊壓 好!那你看 就第二軌了 第二軌 好! 那我們再解出 那我們再到 按標準模式 好!再長壓 好!標準模式 1 2 3 4 1 2 3 4 Mono單音 Mono單音模式 來!我們看一下 Mono單音模式就混音了 各位看 1 2 3 4 不管你怎麼弄喔 它都是混的 兩個 A Cennel1 Cennel1都混音在一起 好!繼續! 好!那它現在裡面的內容物 其實也蠻豐富的 它不會 它有一項設計還不錯 給大家看一下 先說手機能用了 用!它有附 它有附這條 三線的 澎湃喔! 澎湃喔! 三線的 它不會 都不給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 這個 直接試 直接破了 兔毛 它的兔毛 其實它的兔毛 有經過設計的 它的兔毛 比較不會去 跑動 不會掉 對! 比較不會掉 對! 這個比較不會掉 你看 兔毛 我們直接 過這個洞 之後它這邊有個孔 這麥克風收音 我們直接把它插進去 把它插進去 好了! 哇!會掉 那就代表你 經過了很大的努力 它會掉 不會掉 不會掉 抗風超好的 好! 然後呢 第二個 一定會有人問說 它有沒有 麥克風 小蜜蜂 它小蜜蜂 也是 直接 就給你附在裡面 澎湃喔! 它直接就給你 它不用再另外購買 擺在手掌 它的 水水水 各位 夾子有了 麥克風頭有了 哎呀! 清晰的收音就來了 好! 然後直接 把它 插進去 水喔! 摩麥 來! 摩麥 摩麥呢 稱之為摩麥 你也可以叫摩麥 好好! 水水 你也可以用摩的 好的 大致上 它整體來講 那它還有個還蠻不錯的設計 像我們相機都有 冷熱靴這個部分 其他熱靴是直接可以把 你的 這台機器直接 直接把它插在上面 冷熱靴直接不用任何的轉接 它的寬度呢 剛好就符合了冷熱靴的規範 包括了接收器 包括了發射機 它們呢都符合冷熱靴的規範 在冷熱靴下直接就捅進去 相當優異 現在正在活動優惠中把握機會 好!繼續! 然後它還有監聽孔 監聽孔 所以說 像有些相機 它的功能沒有 在麥克風的部分沒有很齊全 那所以說 它已經幫你可以做到 減6dB 可以分軌 然後 那又可以監聽 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它做得還不錯 OK 來! 那個接收線 分為立體的跟手機的 那我們手機的拿出來 手機的 手機的是山黑 注意看 山黑 那灰的接哪裡 灰的接手機 沾黑 然後黑的接哪裡 黑的接接收器 接收器 好 再來 我們的這個領夾麥有幾支 領夾麥有兩支 兩支 這個是全向的 大家注意 這是全向的 這全向的 然後再來充電線 來充電線 它是USB對 Type-C 好 同一次給人家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盒子 各位你看一下這個盒子 它就是充電用的盒子 這個盒子有個很大的特色 可以充幾次 它可以充2.5次 好 這邊進去之後 它就是一個充電寶盒了 充電寶盒 充電寶盒 那充電寶盒呢 我們來示範一下 把這個 這個 麥克風丟進去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打開 那我們現在一個 也不需要關機了 我們就直接把它丟進去 好 把它直接丟進去 好 丟進去之後 這個就把它拔出來 然後拔出來之後 我們再把它丟進去 那它這邊的話就會去顯示 你的子機的電量 主機的電量 跟子機的電量 還有盒子的整體的電量 超強 那我幫我看一下 我們的那些配線 能上去嗎 能進得了嗎 它的配線基本上 我試過 只能上這一條 哈哈哈哈 Good 我連這個毛 想要進去呢 毛都沒有 會卡到毛 毛都沒有 然後它拿出來 你看它這樣自動充電 對不對 當我拿出來之後 來這 1 2 3 來自動配屏 聲音的音質超讚的 好多電視台朋友來 馬上自動配對 馬上自動配 那有人會講說 那我自動配對 我能不能 其實它單一這邊 還是有電源鍵 還是有電源開關 在這個地方 來 靜音怎麼按 靜音其實你壓一下 短按一下 它就靜音 壓一下它啟動 壓一下它靜音 靜音它有兩個 一個是主動的 一個是被動的 是的 好就是說你就是拿 看你要在哪裡靜音都可以 一個在接收器 一個在發射器 都可以靜音 那就上大號的時候 記得要靜音 沒了 把聲音都給傳出來了 它整體來講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 關起來之後 它其實就一定在 充進行充電 那像這個 有時候你在休息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去做 進行充電的動作 擺在口袋裡 也不怕先脫掉 因為它在裡頭 充電中 然後它還有一個 一個布包 就可以直接 把它放進去 好的 現在活動優惠中 把握機會 謝謝大家 全世界做 突然做得最好的公司 Holyland 當然它的這個 無線電的這個 這個聲音的產品 也不妨多讓它的技術 真的很穩 謝謝